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要提醒大家除了会下雨之外还会变冷 而且礼拜六是全台湾都会逐渐转成比较湿冷的天气 都有下雨的机会 那么礼拜六的话会有一波比较强的冷空气南下 甚至不排除是今年年初到目前为止最强的一波冷空气 在我们的中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空旷地区 甚至有机会下探到只剩下10度左右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那么在我们的下个礼拜的话 礼拜四之前华南水系都会比较偏多 都会是比较湿凉到湿冷的天气 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外出规划的话 甚至日常的一些规划 大家特别注意天气在下个礼拜是比较不稳定的 来看一下云图 上面可以看到今天的话 我们台湾持续受到东北风影响 另外还有一些华南雨气 甚至可以看到我们全台湾 其实雨量都是比较偏多 只是说在云风面的北部 东北部的话是最主要 有一些除了水气偏多之外 还有气流遇到地形抬升的作用 所以云量也比较多 也比较容易下雨 那么中南部的话 今天的云量其实也都是比较偏多 那么明天的话是受到华南雨气 东移的影响 那么明天这个东移的情况还没有很明显 所以最主要是中北部跟东北部 但是可以看到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整个华南云气往南边 往这个东边移动过来 全台湾都有受到这个华南云气的影响 同时礼拜六一波比较强的冷空气南下 那么目前看起来的话 这波冷空气大概持续影响到礼拜一 那么礼拜二开始就会逐渐减弱了 但是华南的这个云气水气的话 会一直到下个礼拜四之前 都是比较偏多的 所以提醒大家到下礼拜四之前 都是有东北风 还有水气的影响 都会是比较凉湿冷的天气 总是是凉凉的这个天气 这次会持续比较长的这个时间 大家特别当心 我们来看一下下雨的这个地区的话 在明天最主要是我们的中北部 东北部地区 礼拜六随着华南云气 比较明显往南边往东边移动过来 最主要在我们的这个中北部 甚至其实在南部 这个台南 以北的地区 还有我们东半部地区都受到影响 那么高雄平东也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 那么水气最多的时间点可以看到 就是在礼拜天的时候 那么最主要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我们的中部 以北跟东北部地区 尤其是山区要特别注意 礼拜一的话 雨时会慢慢缓得下来 但是其实水气也还是比较偏多一些 所以我们从未来四天的降雨预测度 可以看到礼拜五就是开始而已 那么迎风面 基隆北海岸 还是要特别注意 局部地区雨时比较明显 礼拜六的话呢 就会开始受到这一波 强烈的这个冷空气 还有水气的影响 所以全台湾都有下雨的机会 那么刚刚提醒过大家 中北部跟东北部的话 是这一次降雨的一个热区 尤其是中部以北的这个山区 还有这个平地都要特别注意 那么时间 可以看到这个降雨量最大的一个时间 雨下最大 最不稳定的时间 就是在礼拜天的时候 那么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来看一下在这个温度的部分的话 这次也要当心 因为除了水气多之外 比较强的冷空气南下 所以温度也明显往下降了 在北部方面 礼拜六就开始降温了 最冷的时间点 在礼拜天到礼拜一 预估低温可以来到12度 空旷地区可以来到10度左右 白天高温也是礼拜天最低 甚至也都会降到只有12度 礼拜天一整天都是比较湿冷的这个天气 礼拜一的白天开始 到礼拜二才会逐渐缓慢的回升回来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中部的话 这一次也是相当明显的受到水气 跟冷空气的影响 开始降温的时间也是在礼拜六 但是最明显的时间是在礼拜天到礼拜一 低温12度 中午高温14到17度 那么在我们南部的话 这一次也是一样 在这个礼拜六就逐渐有一些这个降温的 尤其在礼拜天 礼拜六的下半天 但是最明显的时间点是在礼拜一 礼拜天跟礼拜一的时候 低温会降到只剩下13度 白天高温礼拜天就17度 礼拜一才会逐渐缓慢的回升 但是要再次提醒大家 礼拜四之前都会是比较偏湿凉 甚至有点湿冷的天气 所以有一些行程规划的话 都要特别留意到雨备的一个方案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明天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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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遇过以下状况吗 除大太阳的好天气 准备看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 表演还没开始 雨丝却开始飘下 甚至还变成胖沓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致一路段 移动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 湿度 风向 风速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 减少损失 您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